媽媽本身也是 在女人來講的話 或者是一個當媽媽來講的話 她也是算一個 比較強悍一點的媽媽 然後她也比較會告訴我說 雖然我是女孩子 可是因為家裡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必須要獨立起來 所以可能大多數我的個性 也比較像她 我人從小到大 她第一次動手打我 就是直接給我一個巴掌 然後那時候我忘記 好像是我生病還是什麼 然後我好像講了不應該講的話 她生氣就一巴掌從我臉下去 那是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三年級那時候國小辦了一個歌唱比賽 然後後來我就很開心 然後我就回家跟我媽說 媽我拿第一名欸 然後說我知道啊 她說我在你們學校後門就有聽到你唱歌 那時候我開口跟她說 你要不要來看我 她跟我說看看 其實我心裡是很難過的 有些歌我不敢唱 以前唱那個什麼Gay Out的時候 就會真的想到爸爸媽媽 可是爸爸媽媽都不知道我在哭 我曾經很叛逆的就是寫了信給我媽媽 可是她回了我一封信 她說就是跟我爸爸結婚 然後生下我們這個小孩 她沒有後悔過 她希望我們下輩子還是一家人 請就問母餐的餐廠阿伯的餐廠阿 人家說幻花度似 台北對渡去 我就是母以外 可憐得如你 媽媽 母親節快樂 我愛你 ? 學生